几个月前 我家电梯广告开始推销一个全新的咖啡品牌 唯一印象就是它蓝色的视觉设计 因为在自然界里极少有蓝色的食物 即便蓝莓的真实颜色也是深紫色的 这是因为对人类来说蓝色是抑制食欲的 甚至是有毒火危险的警告 Locking Coffee的管理层显然觉得 蓝色和绿色的星巴克斗争蓝色是最有力的武器 前几天网上流传出一张Locking Coffee的报表 2018年前三个季度亏损8.5亿人民币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到2019年底 Locking Coffee计划在全国开店4500家 超过4100多家的星巴克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里最大的咖啡连锁 在我看来 Locking Coffee确实遇到了一些有利因素 有大波创业公司的前员工也许不介意去咖啡店工作 再者我每次去星巴克买咖啡的时候都会遇到排队的问题 不过2019年Locking Coffee也确实会面对一些冷空气气流 库克都说了 苹果手机在大中华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挑战 iPhone 12这种不便宜也不炫富的手机没人买 Locking Coffee未来希望20块钱买一杯咖啡 比星巴克便宜了十几块 但是还是要比全家和721的贵上一倍 我经常约人去星巴克谈个事 但至今还没有人约我 我也没有听说过任何人要约任何人去Locking Coffee见面 星巴克虽然要30到40块钱一杯 但是他提供了一整套服务 从都市客厅到WiFi到厕所 还有一种自己生活在第一世界的幻觉 Locking Coffee大都是in and out和外送的模式 似乎卖的真的是咖啡而不是一套体验 斗胆说一句咖啡本身没有那么好喝 不幸你去尝尝鲜奶茶 第三个问题是 其实要说问题太容易了 我们先打住吧 或许我全都看错了 或许蓝色真的可以让人流口水 或许咖啡真的是可口的 或许星巴克40多年的创业路 两年真的可以走完 或许补贴大众喝咖啡 真的可以让全国人上瘾 然后再来收割 或许Locking Coffee的出现 其实是另外一种问题的表现 那就是有的专业投资人 有时候会按捺不住要投资的冲动 无法拒绝有自大狂倾向的企业家 但是对于打理自己血汗钱的散户 有的时候手持现金 不投资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